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ay's Box Breaking Time 还记得这一期节目吗 趁紧一点啊 都变成磨砂的了 啥子 我带主节目 好 都变成磨砂的了 事隔多年 啊 开箱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开箱的人也有所变化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真诚 好 广告打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iPad mini 5 专门买了一个低配版的 因为它才只要2千9百多 是不是这样 2千9百多 就要开学的朋友们 最便宜的 就要开学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一台iPad mini 5呢 想看这样的节目吗 起 口 意 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开箱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刀 用刀的都是矫情 我开箱需要用刀吗 根本就不可能 无线蓝牙耳机黑闪 诶 诶 诶 又有一条了 2块3磨砂起吧 张姐在拍有几个 封顶 这送的应该10块钱优惠还有 都得了两个 那是狂眼一看 以为是闭齿 让我们拿出我们的主体来 我有个iPad mini 3 我都记不得iPad mini会有这么小 但是京东这个 这被磕碰了一下 磕碰了一个脚 还有这个 画痕 我这个也是一个 那为什么要在京东啊 因为现在有优惠 而且京东比苹果官网便宜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64GBiPad mini无线局域网 WiFi版本的 够的 苹果从后来呢 开始呢 就一直延续了一个 这个不用刀去开箱的东西在这里 好 让我们垃圾分类一下 分了吗 下边就是 分了 垃圾1号 垃圾2号 垃圾3号 垃圾分类 你是什么垃圾啊 我是可回收垃圾 大家把我回收了吧 你看 我们讲苹果的这个 这个做得很好